我叫伊利尔阿迪利,来自乌蒙奇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 最近在网上听到蓬佩奥的一些 对新疆的不实的言论 蓄意诋毁新疆的人权政治 我特别想问蓬佩奥 你有看过新疆的真实发展状况吗 从小我不愁穿不愁吃 非常的幸福 小学生六年级的时候 我就被新疆总局看上 选送到北京去培养 在培养这六年期间 他们没有输过我任何费用 所有费用都是免费的 现在我就读于本科期间 在这里我见证了所有学生 都可以享受的奖助学政策 顺利完成学业 我自己也是获得了 新疆立志奖学金 新疆每一个人民都可以 去从事一份工作 每一个学生都可以 去享受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 蓬佩奥你尽情地表演 尽情发挥 没有一个新疆人 去会相信你的谎言